东北哈尔滨有一位专门讲英国的人士 游走全国讲演 专收大新 特别是一些附体触马的人 他说只要进入我这道场 我就保证你不下地狱 又说我似乎富如须米山 富如大海水 风光无人能比 他似乎也无人见过 也不知道姓名 而且他有很多错误的观念 如扰佛是浪费时间 念经念佛是投机取巧 请问老法司开师 使大家辨别邪正 这个不要理会就好了 佛陀灭渡的时候 阿难尊者 为我们后代的这些学生 情是佛陀 说他老人家在师 我们以他做老师 他不在师了 我们以谁做老师 佛说了两句话 佛说了两句话 以戒为死 以苦为死 那这个人 他是如不如戒律上所说的 那你就晓得了 用不着辨别了 那么佛很慈悲 还说了四一 以这个四种依靠呢 就等于佛陀在师 没有两样 第一个是 依法不依人 要依经典 不能依人 他怎么说话 我们不听他的 他所说的 跟经典上所讲的一样 我们可以学他 他所讲的经典上没有 不可以学 那这个不可以 这个是 依法不依人 第二个是 依依不依语 经典从印度翻译过来的 每个人翻译的不一样 这个不要紧 不要执着文字像 不要执着言说像 意思对了就行 你看这么活泼 叫我们依依不依语 第三呢 叫我们依了意 不依不了意 什么叫了意呢 我们学了 当下得受用 叫了意 学了一些大经大论 生活上用不上 那就不了意 所以了意不了意 是看我们程度 适合我们的程度 我们学了 立刻就得受用 这叫了意 所以在这个时代 那我们今天 学十三业道 学沙米略义 学无量寿金 求生尽土 这是决定了意 那 如跟佛道的关系 从唐朝时以来 非常密切 大乘佛教 是用如跟道 作为基础 代替小臣 所以我们今天 这个戒律里面 除了沙米略义 跟这个 十三业道 我们学地质鬼 我们学感应品 这个都是基本的戒律 这个学会了 才是佛经上所讲的 善男子 善女人 如果这个都没有 那个麻烦就大了 为什么呢 自己做错事情 不知道 这个麻烦很大 自己将来 堕了阿比地狱 还不知道 怎么堕下去的 我这一生念佛了 一生吃斋啊 一生都是做的 佛法事业了 结果堕阿比地狱 什么意思 没人教你嘛 所以我们同学 特别是 这个我们在此地 共同洪护佛法的 这些人 真的我们都是兄弟姐妹 真正想把事情做好 弟子归必须天天听 你就听 这个这个 蔡黎徐讲的 你不能一天不听 每一天听的词汇 至少要用一个小时 到两个小时 听感应片 听世上一道 感应片世上一道 我都讲过 大经大论都不要搞 弥陀经 无量寿经都不要听 为什么呢 你得不到用处 你没有根 你先扎根 根扎纹了 然后再听 决定的收用 希望有一年 到两年的时间 扎根 我根没有扎好的时候 我不换题目 我就学这三样东西 如果你再三样东西 学好了再提升 把沙米律语也好好学学 没有这三个基础 沙米律语讲不好 这个 我找这个物群法师 来讲沙米律语 那个光碟 我听了两篇不满意 我已经告诉他了 这个不行 那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前面三个基础没有 也就是 这个 这个地子规 感应片 十三亿 这三个没有做到 所以他讲不出味道出来 这个例子摆在面前 我听说他讲了多少遍呢 我以为讲得不错了 所以我叫他从头学起 你真正要把这个 这个沙米律语讲好 你前头这三个没有 后头你决定讲不好 这个像爬楼梯一样 地子柜是第一层 感应片是第二层 十三叶是第三层 沙米律语是第四层 你第一层都没爬上去 你怎么能爬到第四层 所以我们同学们一定要注意 真正要成就得行 要做一个很好 鸿鸿的这个佛地子 真正在佛法里做出贡献 那佛法从我们兴旺起来 这四个根太重要了 没有这四个根 确实假的 我们如果不从这四个根上砸根 这个道场 时间不会久 为什么呢 没有佛菩萨或止 这个要知道 如果希望这个道场 长期能够在香港立足 鸿发立身 那就要砸根 你要不砸根的时候 这个道场会消失 我们看哪个地方有园 哪个地方有去 什么园呢 哪个地方有这四个根 我们到哪去 看大家好好认真努力 请过的人很多 我看的时候 他砸的根 砸的根 要跟香港差不多 就不要去 如果真的 比香港殊胜 我不去 我对不起佛陀 我对不起佛教 这个主要者 这不是人情 不是说我这里跟你感情 那不可以的 人情是烦恼 要懂得 所以这个邪阵 在四一发里面 你就晓得了 一发不一人 一一不一 一了一不一不了一 后到爱一句 一智不一识 智是什么 理智 事是什么 感情 你要理智做主 你不能感情用识 感情用识 你决定就做错了 要以理智 现在人家理智 这佛法是智慧 不能用感情 平常 除世 待人 解物 都要理智 一有感情用识 那就完了 感情用识 没有不堕落的 祝佛菩萨 祖师大德 从来没有一个 是有感情用识 这个四一法 一定要遵守 我们明天把它写出来 放在 我们的公告栏里面 大家看 这四一法 以戒为死 以苦为死 如果贪图享受 也没有不堕落的 你想受唯媚害人 是的 你给佛门 做了一个 坏的榜样 这就是 那罪过是什么呢 破坏佛教的形象 不能这样做法 这个风气不好 从我们自己 本身去改 佛法将随于 真是何谱 它不是爱搬 这个宴会 有必要的 我们跟许多宗教 我每一年 还有一次 请客宴会 团结宗教 我们自己同修 可不可以有宴会 可以 但是 这是常住的事情 这不是私下的 私下的 不好 不可以 一定是常住 我们员工 在一起聚餐 这个可以 有这个时间 常常来交流 交换心得 来改进 我们自己的 确实 提升 我们佛物的心态 佛物的能力 大众彼此 互做 这是对的 这是正确的 但是 都是要常住 来主办 不能私人搞这个 私人搞这个 就容易形成 派系 形成 对劣 这些现在 道场里头的常有 我看到太多了 所以我不敢搞道场 自己没有德行的话 道场里面有对立 这就是罪过 我们一生不搞道场 就是避免自己没有这个德 没有这个能 所以不敢领导道场 别人做 我们赞他 他请我讲经 讲一天一天的功德 讲两天两天的功德 他不高兴了 我们就赶快走路 我们也不批评是非 我们只有赞叹他 请讲经事告 斯区